美國總統拜登說 將會與國家主席習近平市長會面 不擔心美將會爆發武裝衝突 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就停止砍發森林 削減排放甲苑的議題達成共識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事海鎮華說 各國起點與國情不同 應按照共同帶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應對氣候問題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一連兩日峰會結束 東道主英國首相約翰遜對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承諾審慎樂觀 超過100個國家簽署承諾 2030年前將全球甲苑排放量比2020年水平降低最少三成 甲苑是其中一種溫室氣體 來源包括油井、氣體管道洩漏和粗木葉 參與減排的國家佔全球差不多一半甲苑排放 各國也承諾2030年前停止堪伐森林 支持原住民社區並協助南非停止依賴燃煤發電 美國總統拜登批評中國和俄羅斯領袖 未有親身出席會議是重大錯誤 對於有人質疑為何國家主席習近平以書面致詞 而不是視像方式出席氣候峰會 外交部昨日回應說會議主辦方並沒有提供視像議會方式 習近平特別代表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斯海鎮華 說中國在節能、發展可再生能源、交通、建築等領域所做的貢獻 基本上都佔全球總量30%至50% 貢獻顯而易見 各國家的歷史責任不一樣、起點不一樣、能力不一樣、國情不一樣 在這種情況下還是要按照共同代表區別的責任原則 所以發達國家要率先減排 而且要為發展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 中方一直強調中國主動承擔和國情相符的國際責任 力增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無線維持記者封業明報導 美國搜尋網站瓦虎撤出內地市場 說因為內地營商和法律環境越來越困難 另外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由於中國加強防疫管制 加速外國企業主管離開中國 眾方就多切強調歡迎外國企業來華投資 但要遵守中國法律 近年逐步縮減內地業務的美國搜尋網站瓦虎 正式推出內地市場 公司發聲明說 因應中國營商和法律環境越來越困難 這個星期一起 用戶無法再從中國內地使用瓦虎的產品和服務 但強調會繼續致力保障用家使用自由開放的互聯網服務 旗下科技媒體也宣布同日起關閉提供簡體內容的中國版 中國瓦虎網站1999年開通 幾年前開始關閉在中國的主要業務 包括電郵和新聞服務等等 2015年更加關閉在北京的研發中心 阿富是繼微軟關閉旗下社交平台領英之後 第二間撤出內地的美國科技公司 內地通過的個人信息保護法星期一生效 限制過度收集個人信息 以及電子商務平台使用大數據的行為等等 分析認為隨著內地收緊數據安全、私隱 以及互聯網內容的控制 外資在華經營面對更多挑戰 英國金融時報就引述商界人士報道 說內地加強防疫管制 並且減少對商務人士和他們的家屬發出簽證 會導致外國企業主管加速離開中國 對於外國企業來華投資 中方多次表示歡迎 但說要遵守中國的法律和規定 不得損害中國安全和利益 武仙電視記者仰依爾報道 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就停止砍佛森林削減排放甲苑的議題達成公式 美國總統拜登批評中俄領袖不出席峰會 在北京外交部說 應對氣候變化需要切實行動 而不是空洞語言 希望美方承擔責任 不要再招令直改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一連兩日峰會結束 東道主英國首相約翰遜 對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承諾審慎樂觀 超過100個國家簽署承諾 2030年前將全球甲苑排放量 比2020年水平降低最少三成 甲苑是其中一種溫室氣體 來源包括油井、氣體管道洩漏和束木業 參與減排的國家佔全球差不多一半甲苑排放 各國承諾2030年前停止堪伐森林 支持原住民社區 並協助南非停止依賴燃煤發電 美國總統拜登批評中國和俄羅斯領袖 未有親身出席會議是重大錯誤 在北京外交部說 應對氣候變化需要切實行動 而不是空洞的語言 以實則制 行勝於言 中美曾共同努力促成巴黎協定 卻因為美國曾經放棄影響了全球氣候治理和協定的全面有效實施 我們希望美方切實承擔起應應的責任 儘快提出並認真執行具體的減排政策措施 兌現出資承諾 不要再招力攜蓋 國家主席習近平特別代表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海鎮華說 各國的歷史責任、起點、能力和國情都不一樣 認為應對氣候變化要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發達國家要率先減排 並為發展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 無線電視記者楓耀明報導 內地新增93宗的新冠病毒本土個案 涉及的省份增多 工程院院士鍾南山接受內地傳媒訪問時估計 病例會再增加 距離疫情的頂峰還有一段時間 相信一個月後可以基本控制疫情 他又說中國防得再好 也不可能將沒有感染 但可以將感染的危害減到最低 目前還需要爭取零感染 深圳前海管理局公布最新的校園招聘計劃 當中有四個職位首次專門面向港澳人士招聘 前海管理局說年薪有望達到30萬港元 前海管理局和三間直屬公司 開始32個職位 面向超過100間國內外知名高校 招聘認界畢業生 香港有5間大學入選 包括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 城市大學和理工大學 全部職位港人都可以申請 當中四個職位更加只被港澳人士應徵 香港聯絡綱負責推動前海和香港政府部門 和法定機構的交流聯絡 經貿規則研究綱負責研究綱 國際經貿規則和協定 推動前海制度創新 專業服務業促進綱 移定文化創意、匯展產業發展規劃 金融政策創新綱就負責深港金融規則銜接 和機制對接研究 申請者需要在港澳永久居民中 沒有外國居留權的中國公民 在今年9月到明年7月期間畢業 並取得全日制碩士研究生和以上學歷 薪酬待遇方面 前海管理局說會提供有競爭力的薪酬 也會有養老保險、工商保險、醫療保險、 住房公積金等 獲聘之後可以租住前海人才公寓 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惠文說 職位年薪有望達到20到25萬人民幣 折合大約24到30萬港元 第一日已經接獲不少申請 包括在內地和海外讀大學的港人 有意申請人士可以經網上遞交申請 前海管理局會做篩選 之後要再進行面試和筆試 無線電視記者林俊謙不道 完結 好 快點